你不讓我去 哦那麻煩幫我放前台吧 哦 一個送外賣的底層窮鬼 你教我做事滾 快點啊 你要把你車扣了 呦打我手 來來來來來來打我來 我怎麼給你一百個擋你都不敢啊 什麼貨 一輩子都給窮鬼吧 我怎麼給你一百個擋你都不敢啊 我怎麼給你一百個擋你都不敢啊 一輩子都給窮鬼吧 啊 少爺 你已經五年沒有回家了 請少爺回家 請少爺回家 少爺趕緊滾 別打擾我從外賣 少爺 只要你願意跟我回儲家 這裡的千億財產可就都是你了 到時候 你也不用做這種苦力活 別說是千億 就算是萬億 我也不會放在眼裡 看來少爺這五年混得不錯嘛 不過 你今天必須跟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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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少爺得罪 帶不走我就給你脫光了 少爺 你 我 我給我眼看人家 我是狗 我是開門狗 別怕 我沒那麼小心啊 以後啊 對外賣想個好點 好好好 我現在就告訴別的兄弟 啊 啊 嗯 啊 我們離婚吧 老婆 老婆 我們離婚吧 老婆 是 先開玩笑的對嗎 老婆 走開千雪 楚名我告訴你 千雪努力了五年 終於在今天牽下了萬一 從此以後 他就是天華的萬億女總裁 而你呀 只是一個送外賣的全鬼 我們千雪動動手指正的幾 幾輩子都轉不過來 現在知道你和我們千雪之間的差距了吧 不 能不能別再找我老婆 你自己是有這麼 聽不見我們千雪說話呀 你在你之前學多年閨蜜的份上 非把你這臭臉撒住口 幹嘛臭臉 臭臉 臭臉 今天是我們的結婚紀念禮 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 是我拿來做的不好嗎 你相信我們的差距越來越大 越來越跟你招了腳步 我面前你一無所留 你不是我陪著你為你出風化色 說你動作累我為你洗衣色 那你事業有成了就像意見冒棋開始嗎 你做哪個通呀 你的意思是我們牽選能有今天的地位 還有你一份功勞 瞧瞧你這個髒兮兮的鬼樣子吧 醜不辭 確定要理的 好 我見 希望你 好 好 好 我見 希望你還是會 謝謝 慢著 沒事 一輛 一輛木家里考車 移動地景江苑 還有三千萬現金 這些都是你的了 如果不夠的話這裡 還有五千萬 你幹嘛這裡可是五千萬你十輩子都賺不到 你不需要 我楚明 精神楚 楚明 跟你離婚算是我對不起 你要什麼補償要求儘管吃 我想不明白 你居然會為了金錢和權力去放棄一個陪你走過低魂 金錢和權力都很重 我說了是因為你跟不上我的腳步 我下千雪需要的不是一個只會洗衣做飯送外賣的地方 而是一個能陪我一起奮鬥一起成長的丈夫 也怪我對你期望太高了 你怎麼看 我本來以為你不甘心做這種平安的事情 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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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的日子有什麼不好 有錢人的生活有什麼好的 除了錢你也不是從 我曾經跟你說了公司 公司的事情你不用操心 所有的困困都會安然的 你為什麼就是不懂的 照你這個意思 千雪這次得到萬一訂單 還對你操控的 沒錯 是我意思 你知不知道你輕描淡寫的一句話 就抹襲了我五年的努力 我是萬一這一單分營是真效報爭取的 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在 现在出来冒义功了 我真是对你太失望 我给你那八成一千千千千 你说是真剑帮你争取 那分明是我 你还想冒点真少的功劳 你这个穷鬼 配吗 你个小说 你别逼我 怎么了 你还想打我呀 我告诉你 我可是千雪的闺蜜 你要是打了我 你们就再一次能复合 李游说你打呀 打呀 打呀 你 你敢打我 陈雪你不能和他在一起 陈雪上 好你个楚明啊 刚刚我们千雪离婚 你就勾搭上别的狐狸姐 你还真是吃点 他吃上瘾了 哎 你 你 你敢打我 你个狐狸精你谁啊 下来这个 信不信我命了 叫这么热闹 真少 你怎么来了呀 千雪 万一订单接手宴要开始了 怎么办 楚明 刚离婚就放着 看来我就说 小贵 真是恶人心痛状 楚先生 为了感谢您三年前 相爱库家存病例破产的最快的 这二十一呢 是我们的一点小心 还请你收下 不用了 我刚接收你的万一订单 这二十一 不知 这怎么行 如此大的人气 万一订单算什么 别说是万一 就算是把我顾着 还有我自己 交给你 也不是不行 那你送给我 是什么意思 那来一下 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楚先生 晚上的万一订单接手宴 你还要去吗 当然去 他们不是觉得万一订单是针件给的 我倒要看看这个针件有多大本事 可以轻松抢走别人的过 你也猛了 妈 废物你不是已经跟我们家欠血已经离婚了吗 对 知道你还有脸来参加这万一商会啊 哥 要不是看在千雪的面子上 今天我是不会对你手下有情的 难不成 你还要打我而已 你敢吗你 自从你和我妹离婚以后 你和我们下家就没有办法 你不就是知道我们家千雪拿到了万一订单 今天特意过来分音奔更的吗 这五年 我把你们当成家人一样对待 任老人冤无怨无悔 你们为什么这么多 我就是洗衣服做饭送外卖吧 一点本事都没有 你还配得上我女儿呢 我妹啊 已经拿到了万亿订单的内定 我们下去 马上就要成为天华第一奖人士之战 我们还有必要跟你这个全本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不给吧 你说万亿订单是你给我们的 就你这个废物追求 你做你的白日梦吧 哈哈 哈哈哈哈 喂 好好好我们马上就进来 千玄阿姨和哥哥来了 你多照顾一下我妈和我哥 带我哥多认识点人 我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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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总 学完大名 哈哈哈 来尖守殿吧 是个起码的被买码医生 你可要好好把握這個鏡放下媽媽 阿姨哥哥你們來了 楚明那個廢物 肯定是跟我們偷偷溜進來的 誰讓你跟進來的 媽 是不是太過分了 誰是你媽 我女兒早都跟你離婚了 你現在在這攀關係 真讓人覺得更 居然 不夠 待會我們也可是要接受到一群飯的 你這個窮鬼 那我能別來管 好歹也是五年感情 不想給你死 除了過來又能打掉 啊 你這個窮鬼 除了會無農口怒 你還會干什麼 啊 怎麼 還想多說 來 我離婚了還來參加接手宴 就算你來這丟人 也不會影響到我們牽血 接受萬一訂單的 我是來讓他丟人 你 麻煩你們聽清楚 你這個窮外賣的窮鬼 也想讓我們牽血 一個窮外賣的窮鬼 也想讓我們牽血 小心我們真少打斷你一條腿 一股窮酸魂 你的衣服穿緊啊 真少 這次訂單多謝你的幫 謙虛的 你跟我還客氣是 不知道晚上有沒有空氣是 還是先接手訂單再說吧 看來 夏總獲得這億萬訂單 真少有很大關係 夏總和鄭少才是天生的一對 那個窮鬼 什麼玩意兒嘛 聽說誰要是獲得這個億萬訂單 可是有機會跟帝都的第一角 加緊 對 對 現在知道跟我們家千雪之間的差距有多大的吧 我們家千雪呢 那可是天上的鳳凰 光宗耀素 而你呢 就是地上的蠔椅 你們之間天差之筆啊 確實天差之筆 既然知道了 還不管管他 咱不管他 反正這兒啊 是按照身價來排送的 這個送外賣的窮鬼 一年的收入 有個五個萬 門口的狗盆 剛好適合你 哈哈哈哈 在學狗叫搖搖矣啊 我看在千雪的面子上 我多給你賞幾個葡萄 哈哈哈哈 真是 你可能還不知道 這個廢物 在我們家經常撿些食材食飯吃 跟狗啊 還真沒多少區別 五年的感情 到頭來還不如一個萬 我可沒拿你當家人 是你自己自己 兩個錯位都做不起 你在這跟醫院不讓心理大便 原來 大家是不會笑啊 我呢 變得跟這拳失禮也一樣 等我接手了這萬一定單 我們的差別就會越來越大 一個萬一定單 就讓你變成這樣 但凡你有一點上體心 不這麼陸入無微 我都不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身價多能 在我眼裡屁都不是 哦 你也不撒跑狗 你要照著自己什麼扭樣 我都不會說這種大話 千雪 你就別管他 我看待會所有賓客都落座之後 他這條孤零零的丧家圈 有多丟 接手宴即將開始 請各位按照身價落座 百萬身價坐在第三排 千萬身價坐在第二排 身價過億坐在最前面的一排 看來 你得做狗窩了 哈哈 千雪 一次你就不用搭理零廢 這廢物怎麼還跟上來了 你剛剛不是很牛嗎 你怎麼不去做第一排啊 第一排 還不夠可繞呢 你看 我就看不懂了 你一個窮送外賣的 哪裡來的底氣 說這種的 你不嫌丟人 我們還嫌丟人呢 毕竟厚著臉皮才能做狗外賣 某些底層人的 直接習慣 啊 沒必要搭理他 唉 千雪 我別跟你飛不搭一塊 乾脫離碰 淑苗 你別再說大話了 真的很丟人 看來 這個廢物知道 就憑自己幾萬塊錢的身價 這 是不配坐在這個位子裡 這孫外賣的窮鬼啊 不就跟您螺絲和開網絡車的一樣嗎 有什麼資格坐在這裡啊 這樣 大家都是男人哎 你跪下給我磕頭 我讓你坐三百 怎麼樣 跟這些失利也坐在一旁 我嫌惡心 你 我想知道 萬億身價 該做哪一排 我想知道 萬億身價 該做哪一排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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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沒聽錯吧 啊 一個臭送外賣的 竟然說自己萬億身價啊 你說大話前呢 動動腦子啊 你萬億身價 會做外賣員 做我們下一家的正序嗎啊 你該不會是 拿張介紹花的小卡片 以為是製作黑卡吧 哈哈哈哈 我之前就說這窮鬼腦子有問題吧 出名 你能不能別胡搗蠻蠻蠻蠻蠻 胡搗蠻蠻 這麼多年 我是什麼人 你不知道 他們不信我 連你也不信我 蠻蠻蠻 我知道你跟我離婚很難受 所以想用這種行為來惹怒我 讓我丟面子 現在你做到了 滿意了嗎 滿意了就趕緊出去 我們之間已經一刀兩斷了 你這個廢物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雖然窮 但你的小心子還是挺多的啊 你就是想讓我們家 千選難發 然後讓商會 放棄萬億訂單吧 我們家千選呢 跟天華商會關係很好的 百分之百 內定萬億訂單 不是你這種漂亮小丑 說影響就能影響的 趕緊給我滾 別在理眾人心裡人了 本來就萬億 送了你不送 既然你們一而再再而算的找我 那就取消了 立即取消夏家的萬億訂單 另外 取消所有和夏家的合作 對對對 以外的身價 無必 你一個電話就能把那麼大的訂單取消了 厲害 這下滿意了 你要是腦子有問題 你可以告訴我們呀 我給你出錢 你去醫院化號看腦子呀 這點錢呢 我們還是出了幾的啊 哎 我說說你 真相還在這呢 你是怎麼敢冒領功勞的呀 要說取消以後 也是真少說 你有什麼資格呀 楚明 我想不明白你為什麼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你為我吃苦 這個我認 但是車房獻金我哪個沒人夠 我沒想到你現在這麼不知足 想從我這萬億訂單裡分一杯羹是吧 好 我給你 等我談成了這筆萬億訂單 我分你十個億 夠了吧 說過 這些錢我根本就不放在眼裡 你不是一直以為 這萬億訂單是針件套送 待會你就知道到底是誰給你的 哎 你這麼愛吹牛逼是吧 啊 這麼想打我們臉是吧 啊 好啊 那我給你這個錢 就看你這個窮鬼 打得了嗎 行了 貿令功勞的事我就不給你介紹 你要是真能取消萬億訂單 我給你跪下 叫吧 就是就是也不知道他哪來的臉皮 想功了 各位 要通知你們一個壞小 剛收到消息 萬億訂單 取消了 什麼 怎麼可能 今天取消了 我們家千雪已經內定的萬億訂單 怎麼可能會被取消 要不你再確認一下 對啊 這可是萬億訂單 哪能說取要就取消啊 這麼兒戲的 而且 這可是真少在幕後操作的呀 怎麼回事 同樣是吹牛 這廢物怎麼就能實現 所以 所以 你準備怎麼教我爸爸 我的 乖兒子 就算是被人取消 不可能是你安排人取消 別得以為 顧家說 對夏家的表現不滿 所以萬億訂單 離開取消 我們夏家在金玉啊 難道取消訂單真不如他有關系 那真到 我 定是因為你在接手宴上搗亂 惹怒了顧家 訂單才被取消的 都不是你這個賊性害的 本來獲得萬億訂單 我們夏家就有機會接觸到帝都第一家族主家 就是因為你 全都給搞髒了 肯定是你看到真少幫千雪爭取萬億訂單 不停的使壞 現在好啦 終於把顧家給得罪了 都怪你這個廢物 就是因為這個廢物 我們的萬億訂單 一下子全沒了 今天你必須給我一個交代 你要是再敢做我 行不行我把你胳膊洗了胃口 口氣還不小啊 給你機會 你敢嗎 你敢嗎你啊 行了 取消萬億訂單這種大事 不是他胡鬧就能辦成的 肯定是顧家 還有什麼顧 千雪 你的意思是說 只要找顧家再談談 有可能麻揮萬億訂單 嗯 但是想要見到顧家的負責人 實在是太難了 如果是這件事情 我倒是可以幫 真少請強說 顧家的負責人也會來這次接手 我們等著 等會兒我可以親自幫你 真是太好了 這關鍵的時候還得靠真少 千雪 快謝謝真少 多謝真少 我欠你一個人情 欠什麼人情啊 這種事對我來說就是小猜一點 本少爺只是知道負責人會來 怎麼可能有這麼大的面子讓你跟負責人見面 不過這次人情欠 本少日後就可以更好地拿下 還是真少有本事 就算有小人使壞也能想辦法解決 真厲害 小誰 小誰 只要能幫到謙虛 嗯 真慘 哇 天華竟有如此激平 我還以為是誰來了 沒想到是軟飯男棒上的狐狸精來了呀 你敢打我 傻子就是你 我要是狐狸精的話 那你是什麼 是到處只會討好的哈巴狗嗎 你 小娘 你要是尊重我的話 就不該把別的女人帶到我面前要我養胃 尊重 尊重你 那你尊重過我嗎 我們還沒離婚 你就跟這個姓真的糾纏不清 道理是我不尊重你 還是你不尊重我 不管你信不信 我問心無愧 這就是你所謂的微信無愧嗎 我今天真是領教道了 這位美女 你應該是被別人給騙了 你身邊的這個 根本就不是什麼副甲子 這小子呀 就是社會底層的一個小人 送外賣 這小子根本配不上你的肉 那又怎麼樣 只要我喜歡 就好 婚姊 以你的容貌跟氣質完全可以嫁入豪門呀 何必跟這個廢物吃口受罪 嫁入豪門 我就是豪門 我只是想找一個我欣賞的男人 像楚明這樣足夠優秀就行 其他的 全當白送 要錢沒錢要權沒權要本事沒本事 很好 至少長的比你順 鬼女 你還不知道嗎 這小子就靠著一張臉帶吃軟飯 先學以金為他欲騙 我只是好心提醒你別到時候 被騙財 騙財騙色 好啊 我的钱财骗之不济 至于色马 只要他愿意全当白送 我只是好心提醒你别被骗 骗不骗的也是我的事 跟你没关系 避下你那张臭嘴 不过我倒是挺提 这位大美女惋惜的 放着这么一位 玉树名风的好男人不要 偏偏要去外面找一个 歪歪脸草的小天风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 要不是你把蟲名让出来 我又怎么有机会 你这个狐狸精 再敢乱说 当心我撕了你的嘴 你 保不保藏的 得用过了才知道 在你眼里是保藏的东西 在别人那可能就是一坨屎 吃了小心臭了你的嘴 你敢不敢跟我打一个毒 一个月之内 不论是金钱财产 社会地位 我都能让楚明全方位碾压那位 真大少 全方位的碾压 这位真大少 文女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你让这个废物跟我比 就是 真少可是真实生物的接班人 名下资产十几 储名算什么东西 也配跟真少相提并论 你确定要赌 当然确定 那不敢赌 好 我和你赌 赌注是什么 很简单 谁输了 就给对方认说 顺便承认自己有眼无珠 行 自取其中的废物 好 我和你懂 那就一言为定 希望你呀 不要后悔 到时候我们自见分枭 我跟千雪离婚之前 我尊敬你 叫你一声骂 现在我和千雪离婚了 在我眼里什么都是 使这么大的劲 当心伤了身体 你这个废物 你需要赶给老娘动手 也不光害千雪丢掉了万一订单 你还带吃狐狸精 来气千雪 行了吗 这万一订单的事我说了 我怪他 怪他怪谁 怪我吗 妈 咱就别管这个废物了 把他叫个千雪 今天的机会难得 我们去多认点打扰他 废物 你给我听好了 千雪的万一订单要是真丢了 怎么没救你的命 好 那我就等着 我先去处理点事起 待会再找你 好 我先去处理点事起 这晚宴 是顾家千金顾清成亲手操办的 至于万一订单要选谁 还要顾小姐亲自决 顾清成 就是那位商界女王 那去 谁 人少 这是我的资料 还请您带着那位商界女王看一下 啊 我是吧 小贼 这儿是给身价过亿的人准备的 你小子敢坐这儿 还不请 啊 我 你 万一身价都不能坐在这里 你一个小憋三 二十年进来的字 你还有脸提这事啊 你要真是万一身价 在座的所有大老都会跑过来跟你进去 你说大话前能不能先动动脑子 信不信随你 我看到你这副嘴脸我就犯了我解 你要是真这么厉害 去帮我们先学解决万一订单的问题啊 那你这里说什么大 万一订单而已 我可以取消 就可以恢复 你这个废物要是真有这个别 我跪下来喊你 我没记错的话 上次你还没叫吧 上次你要叫我爸爸 这次你要叫我爷爷 爱子 你是不是叫我叫我祖宗啊 你还真把这个当回事 难不成你真能决定万一顶格 你要是真能左右万一订单 别说喊你爷爷爷就是喊你祖宗跪下学狗叫 我都对你 好 那我们就打算啊 如果我能恢复千雪的万一 你就当着今晚所有宾客的面 学狗叫 怎么样 行了行了 我们可没空在这跟你废话 赶紧让开 不然我现在就叫保安把你赶出去 我要是你让 好 这可是你自找的 到时候丢人现眼可怪不得我 来人 把这个废物现在就给我扔出去 行了 他想做就让他做回 好 那就听我们签学 这小子没见过世面 想做下有钱人的 那就让他感受你 好 那就听我们签学 这小子没见过世面 想做下有钱人的 那就让他感受你 全当是我们做善事 喂 怎么了 怎么了 那个 千雪 顾乔那边说 马龙出了点问题 什么 什么 怎么会这样呢 千雪 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没被选上 那我们之前的努力 岂不是全白费了 千雪 我可答应你嫂子明天给他们 文贡献的 你弄这么一出 不然我丢人不着 你们以为我想这样吗 哎呦 这下千雪看起来也不太行吗 哼 照我说 他赶紧抓紧时间去赔税 说不一定 这万一订单还能拿回来的 你说 这万一订单要是拿不回来 那丢人 你丢大发喽 可不是吗 傅先生 大小姐请您看一看 是否 我同意夏千雪 继续接受 顾家的 万一订单 夏千雪是否继续接受万一订单 我还需要再考虑一下 我现在 倒是很想听听 真家大少爷 是 真家大少爷 罢了 毕竟夫妻一场 他们 万一订单 让他们 是 就按 楚先生的决定办 那我先告辞了 石尾相门 我就 kunna蛤 降到了 没关系 让你把。。。 详细 给你往把 比如祸 快 돌�摸 以後你就是我們家的單人 好說好說 現在又等了 喂 哎爸 這個有個事得麻煩你 哎對 哎就是那個 萬一訂單的事 能給下降嗎 行了我知道了 有時間的話我更不會 行好嘞 我爸已經答應了 相信用不了多久啊 這時候就會有結果 哎呀真是太好了 有真少這句話 那我們可就放心吧 多謝真少 小事 不是你 清楚的 你要不提前學兩聲狗叫讓我聽聽啊 別一會學成了豬腳 弄成個豬狗 為何讓大家笑啊啊 哈哈哈哈 來來來 讓某些人看看 在我們千學遇到麻煩的時候 不還是真少 腳底腦子的來幫我們 兩下某人呀 只會在一旁看戲 就是 你要是有 真少一半離開了 千學啊 也就不會和你離開了 選擇我繼續接手 蔡雪 怎麼樣 是不是有結果了 沒錯 剛才是天華商會的總經理給我打電話 他說選擇讓我繼續接手萬一訂單 太好了 我就知道肯定沒問題 好 真少 多謝你的幫忙 要不是有你在也不可能 是不快就解決 沒錯沒錯 真少果然神通廣大 簡單幾句話就搞定了 這這都是我爸的功勞 這老頭的效益什麼時候變得這麼高 署名 瞧見沒有 這 就是差 劇 真少隨便一個電話 就能搞不萬一訂單 你呢 你又能做什麼 他有學狗叫的關係 清楚的 這賭是你要跟我賭 現在是我幫千雪恢復了萬一訂單 這賭員是不是該賭 就是 你現在啊 必須當著所有人的面 學狗叫 而且只能學狗叫 可不能亂咬人啊 哈哈哈哈 算了真少 既然問題解決了 楚名也只是承認是口舌諸款 你就帶著這小人過 饒了他 行 那我就看在千雪的面子上 饒你這一次 下次你要還在老子跟上上 老子饒不了你 幸福的啊 你平強啊 真少是看在千雪的面子上 才原諒 還不跪下給真少磕頭倒下 啊 你這個廢 什麼都幹 蛋 也不至於吃完飯 這萬一訂單的事情非同小刻 真見一個電話就來告你 這你們也信 不到這個時候了你還在腿硬 這時候剛才就不應該原諒你 讓你當著所有賓客的面學狗叫 讓你丟人 幸福 要不是我爸在中間幫忙 你平時怎麼會覺得顧家會突然改變 沒錯 事實都已經擺在眼前了 你真是死呀的嘴 建組長 剛剛是看在千雪的面子上沒讓你動 別給你不要人 我現在就不用 這事要是我爸爸 現在立馬給我滾出介紹 從此以後不准跟千雪有任何掛可 真少說的好 這個 就是典型的不見棺材不落寐 你現在就給你把他電話 讓他看看 這萬一訂單到底是誰幫忙解決的 好 如果你老子電話你說 這萬一訂單的確是他恢復的 我立馬離開這接手 不是離開 滾的意思 如果不是你老子 那我滾出結手 這也不就算進行 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喂吧 又有什麼事 沒什麼事 就是感謝你幫我們小忙 老子又開會了 還有月給你幫忙 喂吧 我剛剛信號不太好 你再說一遍 我說老子正忙著呢 沒時間你幫忙 沒事不要給我打電話 我還沒什麼事 陳少 你父親在電話裡說什麼 給你謝謝 陳少 你就儘管大大方方的說出來 讓這個廢物明白 你們兩個之間的差距啊 到底有多大 我爸在電話裡已經承認 這事確實是他辦的 確實是他 幫千雪拿到了萬一訂單 楚明你聽到沒有 都說了是真家幫的忙 你騙不信現在好了 你還有什麼可說的呀 好了 別跟他廢話了 剛才真少已經說過 如果這萬一訂單是他罷了 你就立馬管住這接手 而且從此再也不能和千雪接受 你剛才不也答應了 現在怎麼又反悔了 你當剛才說的話 是放屁嗎 如果我說 真劍在撒謊 你們信嗎 楚明你夠了 你一直在胡講難纏 到底有完沒完 我知道你記錄真劍 但是你不能一直抹黑對方 承認別人優秀真的很可 進 抹黑 夏淺雪 在你眼裡我真的就這麼下賤嗎 你看看你現在的行為 難道不是嗎 五年的感情 在你眼裡我還不如一個滿嘴 跑火車的爛人 你說誰這個人 我說我自己 我說我自己是個爛人 我不僅是個爛人 我還很下賤 你真是要是個堂堂君子 是我冤枉了你我向你道歉 你滿意了 現在是什麼態度 難道是我冤枉的功長 不冤枉 是我自己最劍 我活該 真是冥犯不冤枉 哎呀好了好了 千雪別生氣了 跟這種爛人生氣不值得 氣壞的身子我又感性 他楚明就是看你跟我走太近的 難得有些敵意 就算是條狗也會有犯錯的事 更何況楚明他不是狗 看著人家真賤 得抱怨再看看你 你要真這麼想 那我告訴你 我看你就是做賊心虛 像這懶人沒什麼本事也就算了 偏偏還死鴨子嘴硬真是不行 我已經承認了 我確實是個懶人 你們 都是生物 哈哈哈哈 這裡還挺熱的啊 哈哈哈哈 哎呀喂 沒想到 我今天晚上還挺幸運 遇到如此標誌的女子 明天 我看你有心眼熟 我們是不是在哪見過呀啊 這手 還挺白呀 你要幹嘛 脾氣倒是還挺大的 不過我喜歡 明天 相見即是緣分嗎 陪我出去喝兩杯 你怎麼樣 你沒興趣啊 興趣可以是用錢來培養的 這樣吧 乾脆一點 你只要陪我睡一晚多少錢 你說算 哎呦毛滾 哈哈哈哈 這剛見面就和一個大嘴巴的 這見面禮我收了啊 要不要進一段再來一下啊 喂 是個什麼垃圾 敢動本少的 真少好帥啊 哎你們大快看啊 這個廢物啊被嚇傻了 嚇得都不敢動了 哈哈哈哈 廢物這個稱呼 可真是非你莫屬啊 只有像真少這樣有能力有壞 還可以 至於你啊 趕緊 知道錯了 你怎麼知道我是誰啊老子管你 敢動本少 你就得死 看到了沒 真少這樣的才是真男人 不像某些窩囊貝 只會當縮頭烏龜 少的 挺好的 我爸是東城雲野 你是雲野的兒子 雲野 難道是東城的地下皇帝 楊維新人 除了那被抓心 誰還敢自稱雲野 真少竟然惹上雲野的兒子 我看 我今天是要倒楣了 哼 我倒是要看看他如何收成 你爸真是雲野 要不要 帶你去見見我爸 當面看一看 聽見我了 什麼 剛剛不是很囂張嗎啊 哥誤會 哎誤會 媽呀啊 你敢動老子的人 吩咐其貴 還要我 就要是這邊能掐得出水的美人 你他媽算是個什麼東西 你個小憋三還敢打我 喂 喂我警告你啊 這裡可是顧家的地盤 你別亂來 顧家顧家怎麼樣 是這小子先動手打的我 我是正當防衛吧 你胡說八道 明明是你先對天雪動手動腳的 是真正看不下去的 他打的你 這都是你自找的 我說妹妹 看來你還是沒有搞清楚呀 那這樣 我就找人 好好的調教調教你 啊 來 楊少請吩咐去 把這個小憲人 給我抓出去 好好的調教調教 輪流調教 調教得他爽為止 可不要連香心運 是 哎哎 放手 住手 這件事跟他沒關係 放了他 放了他可以 不過 你今天晚上 把我刺了一下 把我刺後爽 刺後爽到全身發麻 那就可以啊 你無恥 我小賤人 本少看你有幾分姿色 對你一人在人 沒想到你蹬鼻子上臉 給臉不要臉 嗯好 把這個小賤人放 把這個大美人給我拉回去 今天晚上 我要好好的調教調教 給大美人卸卸活啊啊 哈哈哈拉走 哎哎放開 你放 搞東西 再過來 老子叫蛇撞汗輪 放 轉手快快救人啊 放開他 啊 啊 哎呀 還真有不怕死啊 哼 傻的 怎麼 小英雄救命啊 你有那個本事嗎 趁事情還沒鬧大 趕緊 哈哈哈 哎呀 我就喜歡你這種本事不大 口氣到不足 那我要是 吳鳳呢 吳鳳 那 死了 哈哈哈哈 哎呀 笑死 我腳這麼大 還不知道死這兒怎麼死呢 老大 你給我聽吧 我可是東晨雲你的兒子 是誰呢 趕緊混 我不管你是誰 我給你三秒鐘時間 趕緊放 否則 後果自負 三 好 你小子還挺狂啊 倒是要看看 你有什麼本事 二 我看 一 現在知道了 死字怎麼寫了 要不要 我手把手交交 你 你到底什麼人 我 是你 克星 親 你別過來 再過來 小心老子宰了他 最討厭別人威脅 你 你 你 死定了 你們 你們全都死定了 死 那就看看誰先死 住手淑明 不能上他 這樣我們全都跟著倒霉 松手 松手 我 我以為你是顧及我的安慰 原來你是怕你自己被連累 楚明 千雪說得對 你見好就收 可別連累了我們 沒錯 你敢動狼狭 我看你是活腻了 這就是 別以為你會起著三角貓功夫 你就能打遍天下無敵手了 來楊少爺 起來 楊少爺 沒事吧 楊少 你看清楚了 收拾你的人就是這個廢物 跟我沒關係 他叫楚明 等你回覆好了 你好好收拾他 楊少 我父親跟雲也認識 雖然交情不算深 但你不能記我手啊 我幫你們教訓他 你們反正幫著他來吧 這是一群可悲又可笑的人 你小子很能打是吧 能打有個屁用啊 出來混 是講事 是掌櫃進的 你可給我動手 我看你小子是不想活了 怎麼 逢了 既然怕了 那就乖乖的給我磕頭下滾 老子開心了 或許還能放一條生 你還老是幹嘛 你趕緊跪下給楊少道歉呢 人家楊少都給你機會了 還不趕緊跪下 我說你這個廢物還長能耐了是不是 快快跪下呀 小子 別怪我沒給你機會啊 你現在乖乖的給我磕頭下滾 我讓我要好好的玩一玩兒你的女人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玩火 哈哈哈哈 玩火我還玩刀呢 我還要玩你的女人 是我告訴你 我要等著這麼多人的命 狠狠的 折磨一段 不光是我 我還要讓我兄弟 挨個兒的 搔一遍 我要讓你眼睜睜的看著我們折磨他 你又無可奈何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 啊啊啊啊啊啊啊你瘋了 你瘋了 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麼 雖然你闖大禍了 費了個人渣而已 有必要這麼大人渣 人渣我看你才是人渣吧 你不知道他是東城雲爺的兒子嗎 我看你是籠子吧 真是有瞎有詐 幸主的你自己想死別連累我們 你知道打了雲爺的兒子有什麼後果嗎 真是誠實不足 百事有餘 我早就說你這個廢物是個罪行 差點害我家親血丟掉萬一訂單 現在又連累我們得罪雲爺 我們夏家貪生你這個廢物 真是倒了八輩子血眉 你現在就應該一頭撞在牆上以死謝罪 行了你們別說了 楚明也是為了救我們才出手的 楚明 你怎麼就是不聽勸呢 現在 楊偉受傷的消息傳出去 雲爺必定會震怒 到時候你只有死路一條 死不死也是我的事 端且 我這條命 你覺得還值錢嗎 值不值錢 你現在說這些還有什麼意義 趕緊逃吧趁現在還有時間你逃得越遠越好走 我沒有覺得自己到了逃命 你為什麼要一直逞強的褲牛 雲爺的功力你不是不知道你那點三角貓的功夫根本沒法和他對抗 千雪這種人根本不聽勸 你說了也是白說 咱們還是別多管先生 以免營火燒失 小時候說的對 你們現在已經離婚了 怕是生是死 對你有半毛錢關係嗎 他要是死了 我們現在反倒弄了個輕盈 所以呢 他愛逃不逃 不行 他可不能怕 他要是跑了萬一雲爺報復 豈不是都是他的體罪啊 對對對 真上說的有道理 絕不能放他走 你們在胡說什麼 楚明是為了救我們呀 誰要他救了 他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沒錯 既然是他自己惡毒 那麼郭舅應該由他自己來背 今天在座的都是見證人 到時候 一旦雲爺怪罪下來 要為他兒子報仇 大家必須重口一次 你們重心 一人做事一人當的道理我當然 你絕不會連累你 楚明 小生 你快找人舅舅楚明吧 千雪 打人是他要死 也是他死關咱們什麼事啊 你小說 剛才楚明是為了救我 現在他的生命隨時受到威脅 你的意思是讓我見死不救嗎 不是 算了算了 千雪呢 千雪呢從小就中感情 既然他發話了 這事 你就費心了 行吧 那我去試試 千雪 這我就得說你千雪 你跟那個姓楚的已經比 他的生死跟你好無 現在還要去救他 真少說的對 千雪 既然你已經和他離婚了 那就應該也能 哎呀 真少對你一片之心 你也應該看得住 但你現在被那個姓楚的 你這樣做 那是傷了真少的心嗎 千雪 千雪 他們等於這是雲爺的事情之後 直接下門就發電話了 不是我們不幫 實在是幫不了啊 你再找找別人呢 千雪 差不多就得了 為了一個賣民服務上牆的廢物 有必要這樣子嗎 他在我心目中 那就是一根草 你現在犯什麼活動呢你 犯犯不犯不犯我心裡清楚 這件事 真少或許能有辦法 啊 真少 您剛剛不是說 您父親和雲爺能有些交情嗎 如果您父親能出面 那這件事情 是不是能有轉機啊 不是 我的情敵惹了殺生死 要我出面外面 我早就有病了 我父親只是跟雲爺見過幾次面而已 楊偉被打成重傷 雲爺怎麼可能什麼感覺 真少 我不是出於私人感情才讓你幫自己 是因為他剛才真的救了我 倘若你這次真的幫了處女 算是我欠你的大人情 我是 但我不能保證什麼 打得好 楊家這幾隻餐飲 煩了我這麼久 如今可算是被教訓 大小姐 楚先生勢丹麗多 恐怕 長不住楊人的抱 要不要幫忙 不著急 派人低著就行 那新楊的 未必逗得我 您就這麼看好他 與其說看好 倒不如說是期待 我總覺得 他能帶給我驚喜 大小姐 莫非是看上他 你可別忘了 您是有未婚夫的 不 記住 我的事情還輪不到你來做 不萬將答應敷衍了嗎 還沒回事 還餓了 想攀上走家這個旁人逃 還是要再 尋找機會 沛西少 我兒子 以後怎麼樣 真心 病人的命保住了 但是底下傷勢太嚴重了 恐怕今後再難行 有你之事 你算什麼 少少 養胃好端端的 怎麼被別人打了這個樣子 我這小廢物 快踏入骨道中世界 竟然連一個毛頭小子都打不破 小你們小朋友 還能幹什麼 還不著急人嗎 把這小子給我揍出來 不管他是誰 只要送我兒子 我就讓他隨時還斷 家主 大少爺還是不肯回來 不過 他武力十分驚人 看樣子瘋狄應該是解除了 看來 對他的保護 只能到這裡了 秋霜 秋霜在 既然 他解開了封印 把這 家主令 和殺害他母親的線索 就交給他吧 是 既然 沒有了束縛 那就 隨他 去 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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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雙 小雙 天雪 有什麼事兒嗎 幫我準備一下 我要去趟天海集團 天海集團 那不是雲爺的地盤嗎 你該不會是要去找他談楚明的事情吧 對 我要找他談一下 天雪 你怎麼就這麼這樣呢 那個廢物楚明值得你這麼做嗎 楚明是為了救我才闖個祸 我不可能見死不救 那就準備了 小雪 如果我一個小時沒下來 一定要忘忘了 你就是夏千玄 你就是夏千玄 是的 人爺 我就是夏千玄 我燃至仗 我死 怪不得我那不爭氣的 本音為遇 別人發生真實 人爺 既然此事因我而起 我願意承擔全部責任 還請您高裁會所 放出你一條心意 你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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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事到我兒子現在是陪我酒 要是你為這件事情 我楊家做了不 當天再成的沒一個 都跑不了 你負責任 一個人 我去 你負責任 我也要去 他們 其實我 我喝 三九台 我 你 这样行了吧 有点意思 既然你这么点 那我就给你自己 现在 把衣服脱了 冰雷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每天每天 我让你把衣服脱了 把老子走走 可以考虑送我一个一条生命 要是我不输的 想出的命 明天我就很做 我 我儿子是个小子 没想到老子是个老子 自己不真心 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 嘿嘿 说实话 我妈不得你人不少 像你这样的极品 我还没有实 现在 眼神高 再不玩 我妈又就没有机会 你也 留的事都好商量 这件事 不行 不行 踏进我云烟的门子了一刻 你就应该清楚你要付出的代价 你也知道我的手段 我现在能跟你谈 就给说你面子 要是我不想谈了 就算你脱光会在我面前也没有用 所以 最好告诉你清楚 你现在除了有几分紫色之外 你还有什么 好了 我先去洗个澡 等我回来 最好你就脱光了 免得我自己动手 到时候就不是我一个人 外面那些兄弟 也会轮番进来行程 上车 还没被揍怕 少养 嫁住他 离世 什么 嫁住决定 不再给你隐瞒杀害你母亲凶手的线索 人家 你孙家 不此之外 家主还留了一份仪念 说 请大少爷 继承楚家家主之位 请大少爷继承楚家家主之位 监管 喂楚明 千雪为了你去和云爷谈判了 现在一直都没出来 你有可能遇到危险了 胡闹 我都说的是我的事 他跑去讲我什么 姓楚的 你还有没有良心 千雪可是为了救你 他现在在哪 天海集团 我 少主 现在楚家上下绿你一人士从 請您下令 請上主下令 哎 復家上下有多少人罷了給你 十萬五道宗師 好召集十萬五道宗師 隨我滅良家 是 怎麼還沒有拖 我 爺爺 我的人已經不好笑了 不好別亂 你嚇了我 你知道我是怎麼做到今天這個位置上 哎 實話告訴你橘子裡的不少都是我的人 你覺得他會不會動 放開 放開我 好 挺冷 再掙扎了 今天 誰得救我 要小黃臉 就怪我得重點了 雖然我年紀大了 在偏方不见当年 太过来 太过来我见了你 住手 杨云你找死 小子 你吃吃 我就是打伤你儿子 原来是你小子 前方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法你找死 就这几个大手 杨老头的 你终于死定 小子 听说你很能大 今天这些手下 可不是你前两天打的那些废 这些都是武道宗师的高层 一人可敌百人 除此之外 我外面还有两百多位 武道宗师的高手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 也救不了你 拿出区区几百个武道宗师 就想吓唬我 今天 我让你们全部葬身 好狂的小子 你要知道武道宗师 多稀有 且贫一位武道宗师 就在清华城王 更何况 还有两百多位武道宗师 我要杀你 别说几百位武道宗师 就是千千万万个武道宗师 也奈何不了我 天忠一想 丽王将落 天忠二死万将其处啊 你先放进 好 好 哎哎哎 出马家 你 少主 十万五道律师在包围要下 就等您一生的下 嗯 等等 出马家 你刚才叫他什么 少主 那你就是楚家师中那个少爷 少主的事情也是配你提的 跪 说吧 当初杀害我母亲的到底是谁 我若是说呢 是不是敢让我们死 现在 没资格跟我谈 这件事情 我真的知道的不多 我们杨家 只是听从 公孙文 命令而已 公孙 公孙家是第一夫第二大家 公孙文是大少 也是顾青城小姐的这功夫 就说这几天会来天晚 好 继续留下东西 是 哎 哎 你母亲死真的我没有关系 我只是公孙家里一条狗 所以所有的新鸟都是他 这是 你打了我几小龙棍 杀我 哎 哦 这不是真见他干爹吗 云野我是正式集团的豪伟 我卖假药被查了 公司毕临破产 能付救五千万 云野你听见吗 少主 还有什么吩咐 灭 家的武道总是 少主 事情你办妥了 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了 辛苦你了 见不见 见 千玄 啊 少说 我这是怎么了 千玄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是帝东第一家族的储大管家救了你 那可是真正的超级大人物呀 我管你 嗯 他怎么 救我的是帝东第一家族的储家 可能有兴趣 问问他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哎 千玄 我有件事情想问你 哦 你说咱们跟储管家非亲非物的 他怎么会亲自出面呀 我也觉得很奇怪 难不成 我知道了 一定是真少帮的忙 真剑 嗯 哎你想呀 我只给真少打过电话 而且愿意主动帮我们的就只有真少了 难不成是储明那个废物呀 你说的很有道 千玄 千玄 没事吧 真少多亏你帮忙 要不然千玄就危险了 帮忙 是啊 多亏你把储大管家给请过来了 才能让车雪脱离危险的 就随口一说 没想到储管家还真来 没想到我真假呀 在天华有着群足轻重的天气 你这人脸皮不是一般的红 你就不怕动场事发吗 哎楚明啊 你还有脸像 你看看人家真少 轻轻松松的就解决了问题 你呢 只会动用蛮礼 还让我们千玄陷入的威胁 还要真这么厉害 为什么到现在左右 真少虽然来了晚了一点 但是人家请来了储大管家呀 你呢 你又为千玄做了什么呀 要我说呀 你现在就应该给真少磕着头 要不是他 你能活着走去杨家吗 千玄有你这样子 我不才怪 哎你什么意思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呢 人家救了你 你不懂感恩就算了 现在还在这里大言不惭 真是个乱来人 算了算 这种人心胸狭窄 力量太小了 以怨报德 跟这种人计较呀 有时深 看到没 这才是气味 楚苗 真剑好歹救了我 你对人家说声谢谢 过分吧 你要谢你谢 我没怎么见你 哎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啊 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 他真剑做了什么 不过就是在最后为我了一下 就成了他救着你了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 被你两三句话就说没了 真是贝了 难不成我真的误会他了 可是 云叶势力如此强大 我怎么可能搞定这一切 喂 吴小姐 楚先生 快来万花园救我 你怎么办 顾小姐 你怎么了 先生 哎呀 难受 你怎么办 你被人嚇著毒 還是那種強烈的催情毒藥 好難受 快幫忙我 你別急 這種毒我最難受了 那你就快點了 好 是木頭吧 看到我都難受了 你怎麼還在一起啊 可是 我只會這一種質量方法呀 我還是不是男人了 我當然是男人了 最厲害的地方 最厲害的地方 哎哎哎郭小姐 郭小姐 知道你男人最厲害的地方這麼好嗎 嗯 我幫你 哎 郭小姐 我想起來 我還有種質量方法 一針見像 但是需要你把衣服全存 你終於反應過來了 快點 郭小姐不要誤會 我需要用到我的 銀針 你 你 你又是銀針 當然了 這個是我祖傳的寶貝 雖然很細 但是非常受用 只要把它扎進你的體面 毒素很快就會開始 但是如果你覺得疼痛的話 可以交給我 好 好 我直接把銀針拿走 但是需要你配合一下 你的背需要轉過去 我需要從後面來給你照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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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批准 主持人 我不能与真的 肯定似的 这一段时间 你把父亲都会 对 哪 与两个人 你自己的 伤手 让我拥补 让我拥有 對了楚先生 作為對你的報答 我把電影酒店送給你吧 不用了 這對我來說不算什麼 況且剛才在治療的過程中 對你的身體無以冒犯 應該賠禮道歉的是我才對 這用什麼賠禮道歉 我知道楚先生 不是那種吃人之味的人 今天是爺爺的獸宴 獸宴在地雲酒店舉行 你要不要過來參加 在夏家 爺爺對我也算招募有家 他的獸宴確實該去一下 好我馬上到 楚先生 這地雲酒店你必須說下 要不然 我下次遇到危險的時候 我可去找別的男人來依據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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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去吧 那也真是啊 感謝這一段時間呢 你對我們家千雪的照顧 這個安心呢 我們現在再記住了 今天呢是我們家老爺子的大手 特意邀你到電影酒店來 嗨能為夏家和千雪做事啊 非常人心啊 還是真少有風度 不像楚明那個廢物 連老爺子的壽宴都敢遲到 好了 我們不等那個壽宴請進去 不好意思各位 我們平民酒店有規定 賢雜人黨進去 賢雜人黨 賢雜人黨 打開門做生意不就是招待客人嗎 憑什麼不讓我們進去啊 以我們的穿著打扮像是缺錢嗎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接待會員客戶 會員有什麼了不起的 我們辦一張不就行了嗎 那請問各位是要辦 普通會員還是高級會員呢 兒子 要不我們就辦一張普通會員 反正我們平時又不在這吃飯 充弄不錢也只是浪費 不是媽你說什麼呢 我們是不人嗎 我們是高級高級 就此高級 我兒子說的對 這高級人呢就要辦高級會員 第一級人呢就只能站在門口迎賓納客了 那辦一張高級會員卡 好的高級會員需要衝擊一千萬 什麼一千萬 別開玩笑啊 一個酒店的會員要一千萬 就是沒能夠去搶去呢 抱歉 這是我們酒店老闆的規定 若是各位不滿意 可以選擇普通會員 而且我們就是服務員 要不我們就辦一張普通會員卡 反正就是吃一頓飯嗎 喝很多錢幹嘛呀啊 行嗎 那聽你的 就辦個普通會員 哎不過我可告訴你 我們可不是沒有錢 而是我們看不上你這兒的服務品質 等什麼時候你這兒的服務品質提高 老子一次性 辦他的十張馬場高級 給 好的先生 普通會員需要充值兩百萬 兩百萬 那也不醜吧 我們就吃頓飯而已 花不了那麼多錢 你這通融會員 大不了一會兒多給你一點小費 你讓我們進去 早知道地雲酒店這麼高 就不選這兒了 還可以叫珍少來 謝費丟人多大發 不好意思 我們是接待會員可不 你不是 你一個破贏兵的服務員 你牛什麼牛啊 我告訴你 虧了老子今天沒帶現金 要是帶個百八十萬呢 你可我不用再拿 兒子 你跟服務員在那叫什麼勁呢 師父 啊 我們算了 咱們換個地方吃 啊 今天可是你的壽宴 怎麼說換就換的 更合奉 真是我還在這看著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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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還是我來吧 我是這裡的黑卡會員 可我才能當八十 黑卡會員 那得充多少錢呀 不多 也就三千萬 好在出門前找朋友借了這張卡 不愧是真少 不管遇到什麼問題都能解決 就是就是 我要是有真少這樣的人當妹夫 那你說 我還操個什麼心呢不是 哥 別罵什麼 不是千雪 我說錯話了嗎 啊 你看看你那個前夫子 啊 要啥沒啥 哎一遇到事就像一個女人一樣躲在的時候 要不就是傻不來就在那看 要不就是幫到 你再看看人家啊 要能力有能力 要賣有賣 要錢有錢 我覺得韓哥說的沒錯呀 要不是真少已經有了一公園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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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真少的身份 可比咱們才高了不少呢 也不是寵人那個罪我能比他了嗎 人家真少對女豪的 你要知道我回應了 要不然時間長了 人家會傷心的 媽 知道你該怎麼做 曾經的貴賓們 我們進去吧 辛苦的 你是怎麼混進來的 你都能進來 我怎麼不能進來 看好了 我們考我們進化 你能和我們比嗎 沒錯 這裡呢只有會員才能進來 今天是普通會員 以後出了兩百萬 你這個窮鬼 你有鬧事嗎 你 要我說呀 他正在蹭了真少的黃金會員 跟著我們後面都溜進了 你看看長得尖短後塞的樣子 一看就知道是個賤人 要我說 我們就應該立刻抱起來 抓起來 哎 哎你蹭了真少的黃金會員 就不能對他說聲感謝嗎 黃金會員很厲害 你要當甜狗 別帶上去 黃金會員很厲害嗎 說得你好像見過多大識別 哼 你知道黃金會員需要充值多少錢 啊 三千萬啊 我看 你怕是這輩子都見不到這麼多錢了 怎麼樣 今天是老別人的獸人 我不承認成 實際上的話自己也比我多數 你看看人家真少再看看你 怪我的千雪把你給甩了 你這輩子 註定就只能當個底層人 啊 底層人也不會像他這樣 要我說呀 他就是一條 討伐的哈瓜哥 服務員 服務員給我進來 把他給我趕出去 他是剛才跟我們錯誤溜進來的 不好意思 這位已是我們的 啊 你把你的眼睛睜得好好看看 我們是黃金會員 他就是一條窮酸討伐的狗 黃金會員和狗坐在一起 你們地雲酒店 就是這樣的人客人 我現在以黃金會員的身份命令 你馬把這條狗給我趕出去 這 你們要是做保養主 就把你們精力給我叫來 沒錯 去把你們精力給我叫過來 我都要看看 是我們黃金會員重要 還是這條狗重要 吳明 你要是現在求求我們真少 給真少科三個小頭 沒準人家現在心情好了 賞你一口飯 讓你蹲在長角去吃 要不然呀 就等著被趕出去丟人吧 神經病 吳明 你要是真的蹭真少的黃金會員進來的 你就別擺出這副態 你好好跟人家真少說個謝謝 不行嗎 解決 連你也覺得我是曾和護員進來的 那你是怎麼進來的 那你是怎麼進來的 以你現在的身份 難不成你是爬下水管道鑽進來的 哎 這千雪說的都有可疑嗎 這傢伙 肯定是一路順著廁所的下水管道鑽進來的 來讓我聞一下啊 讓我聞聞你這傢伙身上 有沒有有屎味啊 給你 呀 呀 這傢伙 你先出發 各位 我是這裡的經理 請問發生什麼事了 經理 我是這裡的黃金會員 我懷疑這位先生 是根據我們公共留教 現在賴在我們包姦不肯 很希望你們處理一下 如果查明監控 那我希望你能立即報警給他幹什麼 哎真上 要不就算了吧 千雪 你要是再幫這個廢物說話 可不要怪我嘴下不留情 他是救過你 但是他也害過你 這一救一害就扯平了 你們現在已經離婚了 他現在跟我們下家呢 半毛錢關係都沒有了 所以呢 該抓走抓走 該扔就扔 你現在已經離婚了 媽還是你說的 句句仔 我們家千雪當初啊 真是瞎了也看上了你 不好意思打斷一下 這位是我們地雲酒店的老闆 老闆 經理 你是不是在開玩笑呢 這傢伙怎麼可能是老闆 而且還是地雲酒店的老闆 不可能 絕對 這傢伙一窮二八一哪來的錢 看著我 我的錢是怎麼來的 你只需要知道 我是這家酒店的老闆東西 所以 只有我趕你們的份 我不信 你肯定是這廢物找來的演員 連我們真少都才是黃金會員 他怎麼可能會是老闆 你如果說他是地雲酒店的堪能狗 我都覺得不夠格 告訴你 再敢侮辱我們老闆一句 我馬上把你從樓上扔下去 經理 你你說笑了 是我們唐土了 我們道歉 我們道歉 原不原諒你們 老闆就算了 可老闆 要不要 我把這幾個鬧事的轟進去 算了 今天是爺爺的壽宴 我不想讓他回信 是 好 我問他 我想著 你這幾個酒店 你還一直做 你不想給我 你這幾個酒店 所以你還要發生 沒想到他還挺有錢的 只可惜啊 他這眼睛有問題 看上這麼個廢物 哎大家別這麼說 畢竟這男人都是要面子的 不管這個酒店是他靠四項目騙 還是從那個富家也是偷來 畢竟他今天能在這當老闆 大家就應該尊重他一下 他都是有本事的 對吧公明 公明 之前拿他氣我也就算了 我沒想到你居然收了他這麼貴重的禮物 這是越來越讓我失望 我認識你失望 錢學人 你說這些話的時候能不能摸摸自己的良心 這酒店是因為我救了他他就送給我 我過來看看你 這些年我對你做了這麼多事 我出了這麼多 你沒有一句感受 你算了 居然還和這些烏合之中一起羞辱 取笑我 我念在我們多年感情的份上 對你一忍再忍 但是你們一直得寸進尺蹬鼻子上臉 現在還說我讓你說 你到底是誰讓誰失望啊 不就是用色相騙了一個酒店嗎 我裝什麼裝 行了 看在我今天受驗的份上 能不能都少說兩句 你們再這麼鬧下去 我走了 這受驗不罷了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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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走 對不起爺爺 是我們這些晚輩不懂事 今天是您的受驗無論如何您都不能走 都怪我們是我的錯 千雪說的沒錯 爺爺 爺爺 一會兒受驗上呀 我還要送您一份大禮 大禮 不是大禮啊 我走 老爹呢 是我們真實醫藥八百分之八的部分 就當是我一點小小的心意 百分之八 那豈不是價值兩亿啊 也就區區兩亿而已 就我一点小小的心意 没什么大不了 哎 这这这少 这可不能算是小心翼了啊 据我所知 这真是一样 马上就要上市了 到时候 这8%的五全 可不仅仅是 都有可能是十个夜 十个夜 既然都说到这了呢 那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曾氏集团 最近打算增资阔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兴趣 来来来来来 资资控股 以往真是医药一股难求 现在怎么放开了呀 不是放开了 是我们内部自己选择投资方增资 一般人呀可没这样子 哎呀 这真是要 可是日进陡进的大企业 我们要是入股了 那么每年的分红啊 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呢 啊这这上算我一个 我出五百八 五五八百八 哎真是我也要我也要 这是我这些年反的钱 我相信你 好好好 那就算你算啊 哈哈哈哈 聪明啊 要不你也投个千八百 到年底给你分红 分你个万二八千 到时候你就是万元货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你们看看人家真少多大 之前啊这个废物可没少得罪人数 真少不但没有冠军 还给你投资的机会 我说褚名啊 你要是有点良心 就应该跪下来 给真少磕三个小头 我儿子说的没错 这做人呐就要懂得尬恩 像你这种没良心的 哼 活该穷死一辈子 穷一辈子 还不够 穷啊就要穷八辈子 哈哈哈 哦 忘了一件事 我们这边的最低投资额呢 是一百万 哎 要不你去找那个富家女 撒撒娇 说不定她少你一百万 就能拿到我们这儿的最低投资额了 哈哈哈哈 我对你这种即将破产的企业 没有丝毫显许 破产 你暴屁 真是要日进斗地 我们可能会破产 你说您就是没钱 什么威严耸听 我是不是威严耸听 你应该最低 我 我记住什么呀主人 我警告你啊 你不要在这里散播耀眼 小心我警告你诽谤 这件事我增加冥冥封锁 这 姓楚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人家真是一药是家大业的 你要没钱投资就算了 当一辈子求我没人拦着你 但是你不要影响我们这钱 没错 这种人 内心简直太难了 自己赚不到钱 还不让别人赚钱 你这种人 就应该千刀万了 活着都是多年 你就应该去死 我说的都是实话 如果你们不信的话 到时候真是一药卷钱跑路 你们可别后悔 你 姓楚的你别太过分了 差不多点开两句玩笑得到 我不想跟你记成 玩笑 我不觉得我在看不上 大家不要相信这个对手 自从他跟千许离婚以后 脑子就出现问题了 经常欧面问题 跟个疯狗一样见人就有 我分明就想给大家某点福利 他自己没钱就算了 还经常污蔑我 你们说说他到底按着什么心 姓楚 我求求你了啊 你能不能看在跟千许夫妻 五年的情分上 饶了我们下家 这么多年 你没帮我们下家也就算了 人家真是想跟我们大家 某点福利 你从中作梗 你到底按着什么心呢你啊 照我看呀 这穷鬼肯定是给爷爷拿不出礼物 刚刚看到真上送给爷爷 价值两个亿的股份 心生嫉妒 所以才编造谎言污蔑真上 我看的对不对呀 是股的废物 对对对 我就说嘛 这废物怎么会突然说这种 原来啊 是没钱给爷爷买礼物啊 啊 狗咬吕 爷爷 这些年在夏甲 你对我造谱 这一朵万年人生 不管你遭遇什么样的病毒 只要服下便不全愈 万年 哎 哎 这件都没件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这玩意儿 一定是这个废物从两元店买来 糊弄爷爷 啊 据我所知这万年人生是传说中的一种神物 如果是真的 他可价值无一样 我可以 可以 这也不是那些没有素养层次低下的人该 如果这个万年人生是真的 你早就把这东西拿出换钱了 怎么可能做那事 哎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人生 是这个废物从原素家里家里偷子 何姓主 你老实说吧 这万年人生到底是真的 如果真的是你偷子 我现在就会去 绝对让你偷子 我穿 看看你们这群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真是可悲 这个东西真的价值无可言 如果是真的万年人生确实值这个价 不过这个东西连全球第一药企都很难找到 更何况 你老实交代 你到底从哪得到的 如果你真的是偷了那个素家里的东西 我希望你原封不动的赶紧还回去 我说虽然那他话说的偏基本性 但是话操里面操 千雪 他们不信我 你也不相信我吗 你 你这废物说了多少次大话了呀 哪次实现了呀 就是 自己整天做白日梦还不行 还非得逼着别人相信 你真是不可言 你这个废物 还真以为自己能拿出 传说中的万年人生 千雪呢 是看在你们 光明夫妻的情分上 不愿意揭穿你罢了 您要实相的话呢 就跟我们说实话 这个人生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穷 买不起礼物呢 我们下家也一起啊 但是 你帮了帮我们帮傻子呀 大家先别着急 真少不是要起的吗 我们拿给他看一下 对对对 哈哈 哈哈 真少 清真的 你家不是要起的吗 这种东西是真是假 你一眼就能看出了 现在在这犹豫 不会是想的怎么骗大家吧 你给我闭嘴 真少专心做鉴定的时候 你不要打扰他 真少 是真是假 你尽管说 别让这家伙误导了你的判断 看 仿制品 一定有余 哈哈哈哈 哎 本少可不真一听白识 认不出这万年人生 不过 你小子小出风头 我儿都不 废物 听见了没 如果我们这些业余的人 胡说八道的话 那真少 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的鉴定结论 足够权威了 我还以为 真能打我们脸 没想到 自己拿出来的东西 啪啪啪的打自己的脸 真是个白痴 我就说这个东西 怎么可能是价值 五个亿的万年人生呢 你污蔑真少 公司破产就算了 你居然拿个假的 骗老爷子 老爷子这么多年 亏待过你吗 你这么做 就不怕回风景了 我楚明做事 问心无愧 你们要怎么想 我也拦不住 我只希望 过几天真实医药破产的时候 你们不要哭爹喊 楚明 你一直都在说真实医药 药破产 没有什么证据 对啊 空口无凭啊 这样 清楚的 你要是能拿出真实医药破产的证据 我现在就当着所有人面 下给你铁脚趾 没证据 但我说的都是事实 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 可以自己去查 没证据 那你不就是在信口词黄吗 我看真少分析的真没错 你老子是真出问题 谦逊 你 楚明 我知道我跟你离婚之后 让你受了些气急 再加上离婚之后 我确实是跟真少走的有些劲 但是你也不能污蔑人家吧 而且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们之间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人家真少要追求我 那是他的自由 人家又没招你 没惹你 你一次次的针对他 还送假药着你 我看卖假药的是你才对吧 夏千雪 我好心急醒 你不信也就算了 居然还要羞辱我 那万年人生分明就是真的 他真见为了不想让我出风头 故意跟你们撒谎罢罢了 你们宁愿相信一个 道貌安人的伪君子也不相信我 得了吧 我们今天少有什么身份 你什么身份呀 他会怕你抢风头 傻姑娘遭女尖 要我说呀 你就应该出门找辆车 把自己给撞死 别就是道畢 我永远都犯不了什么 不行啊 我是来参加书院的 不是来劝你们吵架 不管你们有什么矛盾 都不闭嘴 把东西给我拿过来 Boulderless 不管这个万年人生是真是假 说明小楚没有忘了我当年对他的好 小楚 这个人生我就收下了 不是爷爷你老糊涂了 就那几块钱的东西你收他的吧 有用没用 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在我眼里 这比五个亿都值钱 爷爷 谢谢您的这段话 以后 不论我楚名是秦师傅 一定会永远记得爷爷的担当 老爷子夸你那是给你留面子 爷子是假惺惺的装好人 真是恶心 翠芳 你就少说两句 小楚刚才说 真是集团倒闭的事 我想小楚比较单纯 一定是被有怀有恶意的人误导了 爷爷说的对 真少这件事你就别放在心上了 浅雪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既然都是误会我自然不会放在心上 暂时之前遇到那么大的事 我都没有跟这姓楚的记录 还是真少有风度 不像某些人小肚鸡肠 见不得别人好 只会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好了别说了 过几天是我的万一订单庆功宴 我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都来参加 哦 我听说你那个万一订单 真少还帮了不少忙呢 是啊爷爷 这订单要不是真少动用了人脉关系 我这订单出真就丢了 所以我还欠真少一个人情呢 何止一个人情呀 今天早上浅雪差点被那个姓杨的欺负 关键时刻还是真少出手 把楚大管家都给请过来了 要不是真少呀 浅雪这次真的难逃一劫 真少 你可真是我们千雪的逆不住贵人啊 来真少 我们干一杯 你算是我替千雪谢谢你了 嗨 老爷子 想事而已 不请 大同家 你一定要为家族报仇啊 你确定是夏千雪干的 少爷这是那个崇明废的 家族的死虽然不是夏千雪之对所为 但跟西夏那见户绝对脱不了干系 好 夏天 崇明 你们两个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现在立马去踏他们的位置 现在立马去踏他们的位置 崇明行动不清楚 但今晚夏千雪会在腾云大酒店举办 万亿订单庆功宴 到现在就续 同意大酒店 陆小姐 今天是你和夏家的庆功宴 叫我做什么 庆功宴算成 只不过是想找个理由 和楚先生的配方 陆小姐真会开玩笑 说实话 那我就开门见商了 梁云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顾小姐真是看得起我 我哪有那个能备 其实啊 他死就死了 汉老教人 也算是死有的功 只不过 他背后我们还有个科学 叫杨天 是战衰将军 势力 千万不能行事 不如是顾小姐提醒 哎呦 这不是那个只会吃软饭的废物啊 记得千玄好像没有要心 你这脸边也真够好 今天这种日子不是我动手 小不忍责乱吧 待会啊还有场好心 是我邀请主兵来的 怎么不服啊 我说你一个堂堂大男人 成天堵在一个娘们儿背后 你有没有点出息 哎呦 你说你要身材有身材 要气质有气质 要钱也不财 成天带着一个脱牛瓶 不嫌累 哎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成天带着他 成早你才要后悔的 我后不后悔 宽你平行 给老娘滚远点 你咱们不要闹着 我跟老娘滚远点 你不想去 你不想去 我去 你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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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公司惡不成 就他那所管人 哪家公子放不上啊 我才是你的魏魂夫 以後和那種身份悲慧的人 少待在一塊聽見沒有 那我也最後再提醒你 第一 除名他不是廢物 第二我哥們不同意和你的戀愛 是不承認的事 好 你記住 你別後悔你說過的話 我不會後悔 你想玩什麼手段儘管放滿鍋 好 不別當 你說要忘記嗎 什麼時候再要這麼男人 我一直都跟男人 千雪你就給哥換上好車 我那輛馬沙拉地早就開不成了 開足去登仁秀嗎 哥 我每個月給你的錢還不夠啊 不是 以前是夠 可現在我不是已經把錢投給珍世醫藥了 真的身無分文了呀 那你就等著真上年底分紅 等到年底分紅 哥我都餓死了 我 我 我還是 秦雪啊 你怎麼把虎片兒這個廢物器 你不想哥你 我沒求他呀 這個小小回來了 你看我今天怎麼整他 哥 我今晚聽說那位商界女王顾青城也不到場 你收斂一下他的脾氣 被丟了我下家人的臉面 商界女王顾青城 我聽說這個顾青城 年替才二十出逃 姐姐啊 這麼一個大禮物 你可以一個保持球呀 那是肯定的 既然他選擇相關一訂單交給我們 肯定也是對我們先選手欣賞的呀 對對對 我差點忘了這茶呢 哎 哎 你你你們看 你準備這個廢物居然跟那個狐狸精安到那麼近啊 我看你真是這麼惡心 千雪 你們來了 真少 你到的地藏 哈囉呀 真少 哎 真少 千雪說今天生界女王顾青城也回來 你 你知道消息嗎 還有我真少不知道的消息 據說呀 這位商業女王和一位青年才俊最近走得很近 估計今天宴會會公開這個消息 顾青城這種人物呀 跟我們已經是兩個世界的人了 我們如果能目睹上一眼 也算是三十五星 真少說的沒錯 如今我們下家能有機會和這位商界女王 我們不清楚合作 是我們下家不可多得的經驗 我們對你打個手 幸福的 你這個吃了蛋 被我們給我聽好了 待會兒呢 我們下家要和商界女王顾青城堂合作 你如果實相的話就趕緊給我走 你也在這就我們下家的臉 我跟你們下家早點得意 我參加我的宴會 你參與得不多 你怎麼做 幸福的 你也有三個參加陣營 是哪個不長眼的把你邀請進來的呀 誰會邀請他呀 肯定又是從哪個下屬坡里出來的 幸福的 上次宴會 我們是看咱老頭的臉 還沒有多好幾次 這一次 如果不再回去 我下家都不會走 說的沒錯 別看你現在 高大強的這位狐狸精 就有什麼良好心 等人家什麼時候玩膩了 也會像我們鮮血一樣 一腳把你給踢 他把你的嘴巴給我放乾淨 我們要是再這麼招惹的小叔叔 就不怪他贏不出財 再把這萬一屁股取消了 我呸 他取消了 上次要不是這個廢物來打亂 惹了商界女王不高興 才被取消了 你以為他就能辦出事嗎 我奉勸你這位狐狸精好自為之 別因為他得罪了商界女王顧青城 那後 你可承擔了 那你們就不怕 自己得罪了那位商界女王嗎 我們才不會像你們兩個沒眼力勁的 怎麼會得罪商界女王呢 對啊 別對我 強烈 弄 竟然 確實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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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實實實 Dev 莹莲 他 Parl實在動機 abj 你 你看你這個狐狸精彈的建築失聯呢 我女孩 還要我船身中的商店女王才合作呢 你就繼續你這個自由吧 做小手啊 好啊 那咱們就看看 待會兒誰解釋 下面有請顧琼城小姐閃亮登場 你這不可能是真的 不是他 為什麼會是他呀 才去 這小朋友 這不可能是真的 歡迎各位來參加這次萬一定丹的慶功宴 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們顧家把萬一訂單送給了下家 當我想說的是這並不是我顧家的東西 而是有一位能力超學的 今年才去提出來的要求 我們顧家也是不能自信而已 顧家既然只是負責執行 那這位年輕財經能力 到底多少空 我的天 一句號說不是下家一單訂單 這能多 顧小姐如此看過 那必定是人中龍複啊 媽 聽顧小姐的意思 她說的人好像是 姓楚呀 我 不可能 姓楚的就是一個廢物 怎麼可能讓步驚 松明一點點 憲學 憲學 你在講什麼 這一次都是憑我自己的能力 還有真相幫忙獲得 怎麼可能會是他 可能是很有錢 夏先生 我們的補約結束了 補約是補約 現在 我要大聲的說出這位青年才軍的名字 他就是 主名 有請主名上台 有請主名上台 是 瑪柴 怎麼可能會是她 你看 清醒一點 現在我們得要想想辦法 還沒有什麼辦法 我絕望了 夏千玄女士 請你拍起頭來好好看 這個被你親手套示在前 被你們夏家上上下下一直辱罵一個廢 他的真實身份 其實是你們所有人都要仰望的狂白 你們夏家自裏可以憑藉萬一丁的絕氣 然後把處理一點 不是 這頂的就是鬍子 很遺憾 你最討厭的胡衛精就是今天的商界優娃 而那個軟飯呢 連我們顧家都要比賬三分的存在 你愛當錢吧 只可惜啊 夏千玄 夏千玄 你知不知道這半一丁單為什麼會 還不是因為褚名心啊 在你遇到危險的時候 也是褚名第一時間敢去救你 但是你呢 真見了一句話 就能讓褚名的付出化為泡 就你這智商 要不是褚名在背後扶持你 你真以為你夏家能絕起 其實今天的青宮夜啊 我是看在褚名的面子上 才會來的 夏千玄 如果不是褚名要求 我根本不可能把這萬一丁單給你這個愚蠢的女人 那時候呢 該說的話 我已經說完了 接下來 看你們夏家 我們哥怎麼 我怎麼知道怎麼辦呢 想像我指引著她說的話 我連死都心都沒有 千玄 你都是說句話啊 只要有一絲爭取萬一電單的機會 我們就絕對不能放棄 哪怕 哪怕我們去給顧小姐當看男狗 楚明 這一切真的都是你做的嗎 你們這群白痴都被他給騙了 你們還不知情 都被他給騙了你們還不知情 我說少爺 您知道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我的這個人未婚妻 馬上都要和我結婚 卻帶著別的男人站在這 要以楊威爭鴨舞蹈 我想問你 這什麼意思玩的是哪出啊啊 這 這苦情仇 是苦情非得苦情啊 這個胡小姐 為什麼非得自己是陽青啊 我請客小姐 我可是第一第二家族的少爺 來少爺看看那是你的榮幸 我給你一個機會 今天晚上晚上把我陪你 這件事就是不過去 對咱們罷了 待會兒就找人 殺了這個小白倆 你敢當哪一個事情 你看敢不敢 你怕什麼 小白倆 你胎挺肥呀 啊 顧慶成為人氣 給你安慰一個墨敘人身材 正把自己當中吹了 公川少爺的意思是 顧小姐是為了氣 所以才假裝和著名很要好的樣子呀 何者要? 我警告你都不要跟這個廢物在這一塊 要不是我今天來 顧之餒 哎呀 我跟這個廢物相互人啊 原來是顧青城 拿手 還是這樣 啊 你覺得 合性 人家可是另一個第二家族的公宣社會 就不要再惹我 照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就這樣 沒想到 就這樣分成了 不行啊 是我們太低估他了 別讓他百負百貌 心思多著呢 連不休閒的咖啡 我能對他不見家的餐 楚苗 你和陸軍城到底怎麼回事 我還以為這小子真的 好了半天 還是在吃飯 陸軍城好但是 張靜王 為什麼要幫你小孩子 這太難遇見了吧 我今天給你對 當著所有人們一樣 打仰下 然後給這個小白臉雙拔上 這事 就合成過去 我說了 我不喜歡 更不可能嫁給 你死了這條行嗎 那我也告訴你 如果想要 誰也阻止不了 今天你不假的兩家 這小白臉是不是沒有搞清楚狀況啊 是你家的二少爺你敢找我 和天華被人被滅 人先滅了誰 楚門你瘋了 他可是帝都第二家族的少爺 一句話能讓你死上幾百次 你怎麼不敢動手呢 我的事不用你 你真是不是好東西 既然顧小姐不想再給你 那麼今天我就請你們做個主 公孫家和顧家的聯姻取消 楚門對公孫家和雲竟然進行 他們是帝都第二家族 可比雲烟那些人還千倍萬倍不差 你放心 不管他們有多麼厲害 我都會把他們 你這就是 我真是不是大火了 你這個去外販的東西 你知道自己還說什麼嗎 啊 那可是公孫家 足以滅掉我們偏華的龐大勢力 大嫂 恭喜你成功忍勞 極客氣 還敢殺到天王 到時候 你自身能報好 多叫一些你們公孫家的高手 我怕不夠殺 好大的口氣 好那你給我等著 一言為例 我給你三天 我在平安一管等 聽到 你會死的很喘的 秦雪 怎麼辦呢 萬一公孫家欠了於我們 那我們家就去玩呢 跟上 上次就是你搶動苦大管家來幫忙的 你不知這次可否 誰去下千雪 長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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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群眾舉報 你通敵判駁 跟我們走一套 我通敵判駁 哎 長官 你是不是搞錯了呀 我們天雪 同時一直說能做慈善 怎麼可能通敵判駁呢 對對長官 你一定要查清楚 可不能冤枉我們家千雪 我們家千雪真的不是那樣的人 他不會做那樣事情 既然你們都包庇他 那就 一起帶走 哎 長官 跟我沒關系 你是真假的 他不是下來的 跟我說是長官 我叫楊天是大廈讀學戰士 全都要去 你 你都要去 你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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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給我 你給我 我 我叫楊天是大廈讀學戰神 你們應該聽過我的名諱 戰神 就是那個多月多強 就滅滅了天花的存在 他們連國家都不放在眼裡 更加後 我被一個小小的嚇叫 完了完了這下方完了 他該不會以為 楊爺的死 跟我沒關係吧 夏天是 我弟弟 是你啊 不是我下的 沒啥 我弟弟難不成 突然暴斃不成 抓啊 少爲 你既然醒了 就只認一下兇手吧 他就是下山群 我爸的死肯定跟他有關 還有他 他跟我發生過矛盾 他可以逃逃不了乾脆 楊爽 這跟我一點關鍵都沒有 我連特意跟你解釋 這是清楚的那個配偶推給你的 這我一點關鍵都沒有 不給你十點手段 看來你是不會承認的 來 給我把他的手腳打斷 來 慢著 你們知道他是 啊 他可是真是醫藥的大少爺 大管家還有交情 你負責是送不他 送不到管家 是不會放過你們的 大伯 得和這小子聽一下 這就對了 我爸死的時候 是處他管家 也去了我現場 這一下 去了我現場 這賣藥的 肯定是失作用程 modifying你 我這同一個人 你死對 你死對 這對 你死對 你死對 你死了 你死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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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對 快点快点 那个 张官 那个你别听这小子胡说 那天丑管家出现 确实是小孩 是那个臭婊子 那个臭婊子一厢停愿把功劳安在我头上 我就想睡下千雪 我就顺水退出了 真傻 难道不是你救的千雪吗 不是 我救你妹啊啊 我什么身份 我能请过丑管家 我要真能请过她 真是要治愈破产 真少 你说什么 真是一药要破产了 你不是说要上市了吗 上市个屁 啊 我那不是忽悠你们接盘吗 要真有那么的火力 轮得着你们下家 买死做过 这么久你一直都在骗我 骗你 倒有志 想睡你时 你 真少 我的家都全投进去了啊真少 全投进去说明你没闹 万一 这群没有一个友人 这群能让他万一团难 人是做狗事 你 呸 你是个畜生 你把我们的钱还弄 万一就走死了 后面说的是一点错都没有 你们几个居然没有一个小姐 所以恢复万一订单那件事 好 天天 我说句你不爱听了 你这姿色吧 还错误了 但你这脑子是真不行 你跟顾小姐 你真的是一个天神的地心 我实话告诉你 万一丁丁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爸压根都没有给顾氏了 我电话 就仅仅大便宜而已 你这个声音还能这么说什么 初明 我 我 我对不起你 长官 我跟你说这么多就是证明 我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我更不会杀害云烟 你和夏家怎么样 我不在乎 我只想知道凶手是谁 说出来 我可以找你一名 不死 谁想练死 我想起来 凶手的丑名一定是丑名 丑名 对 对 丑名的嫌疑最大 他在哪 长官 他 他就是丑名的妻子 据我观察 他们两个关系合同 他一定 他一定是 你放屁 杀杀 杀杀 那小子早就和我们前雪离婚了 他跟我们下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错 长官 你要找就找楚明的麻烦 我们都是无辜的 凶手没找到之前 你们所有人都不是无辜的 你 下前雪带走 其余下家人绝不跪起来 啊 啊 接着 你接着 放开我 是吧 我能在哪 還有我弟弟的死 是不是很有關係 我讓你信不信 讓你死我沒關系 真的出來 我不知道 不知道 跟你吃點口 是不會開口的 你這是爛幼職權 看來你還沒搞清狀況 現在你的命在我手 我要你生就生 要你死就死 我再問你最後一次我明明在哪 我不知道 看來你是不見關才 我妹 你放開我 殺了我 啊 啊 說不說 殺了我 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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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下 滴了 說 說 哈哈 幹吧 我更興奮了 把鼻子給我 要不讓我抽兩下 既然你喜歡 那就試試 啊 收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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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人 愛幾天的都受不了 他愛的就是變了 他要死了 就把他掉到這 就不信 他不來啊 哈哈哈哈 啊 啊 哈哈哈哈 吳先生 我剛收到消息 夏天學被楊電抓走了 兩天 就是楊雲的大哥 他一通依判我的罪名 將他抓走 他們現在沒在哪 那戲叫做那沒 把他們說我們來裹碎 千學 千學 你沒事吧 吃個臉 哈哈哈哈哈哈 衝兒 終於把你等來了 是你們幹的 是要如何 搞死 原來是武功高手 看完 我弟弟就是你殺的 你現在 乖乖的在我弟的臨前 磕頭謝罪 我可以跟一個痛苦 連你的上司趙無極都不敢動 你又算什麼東西 你認識趙神帥 本在趙無極的面子 我跟你留個詮釋 但是你 你這事物無存 啊 關 完了 這個瘋子 殺了人壓不夠 居然還帶著長官的面 殺了楊氏啊 都怪這個軟飯男 咱們要全部都交代在這了 這個 還應該跪下給長官自殺謝罪 和這些孩子我們下去吧 殺了楊氏 現在又殺了我吃 我開始懷孕了 跟我殺 殺 他 啊 啊 原來是一位祖道宗誓 難怪這場闖 別一杯老子怕 今天就是千萬老子來了 也得死 死了 怎麼會有這麼強的功力 清楚的 有麒麟外山 要認識你招神帥 難道 難道 你就是那位 攪動中周風雲 消失十幾年之久的麒麟子 他就是楚家的麒麟子 楚長哥 那位就是 角度中都晚成風雨的災星 讓無數人寢視難安的妖孽 體徒 踏破的 是座俑者楚長哥就是他 我 我竟然一直和那位傳說中的大師傅作對 完了 我們完了 將軍 快到部隊到了 否則再厲害 也不能抵擋我們數萬精銘吧 你說的對 既然得罪了麒麟 那就必須請盡全力殺了 我就不信 他能阻擋我 數其萬精銳士兵 我承認 我承認 你的身份 無比增貴 但是 今天 這裡 是我的主場 我有四萬精銳士兵 甚至滅了天華 也是輕輕鬆鬆 一個人 哈哈哈哈 你以為只有你會叫人 什麼意思啊 將軍將軍大師不好了 我們四萬精銳被包圍了 什麼 這麼可怕 有什麼不可怕 拒出四萬精銳 我十萬我到公司一天就可以把你全滅了 撤 你 打敗你跳 再打敗你 倒死 陪你看 烤棋 您 Stuff 這檔大忌延呢 不管你這個楚 yes Shine 要不是你 我們的錢也不會被騙過 不會失去崇明這個金幣虛 是你們這群豬腦子不信啊 現在怪我真可笑 崇明 我這是在哪 是真見救了你 既然你沒事 我就先走了 對不起 之前 是我錯怪了你 千雪只是哪裡滑 我已經通知你小鐘來接你了 你就好好休閒了 那你呢 你要去哪 我們已經離婚了 有些事情 你會有些東西 除妙 我們 有些東西 不是說見 就跟你見婚 你好 小鐘老姐下賬 好的 夏總請稍等 嗯 夏總您這邊一共消費了980萬元的單元就是850萬 850萬 呃 你們家這麼貴啊 您這邊銷卷了20瓶蘿曼尼康皮紅酒 明星徹羊還有十森包堅 加上其他的消費 我們房間20瓶蘿曼尼康尼康尼康尼沒喝你幫我退了 退 這三張你都刷一下吧 好的 土瓶to 林安 土瓶蘿曼尼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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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o esa 因 fix 我很ания 咱都可以 在庆功宴上刚给顾佳得罪 顾佳呀彻底把万一病单给取消了 现在呀 这公司已经破歧史了 没签错的话呢 卡高应该再和别人谈合错吧 也困了自己几斤几两了 看来是破产 没签才来说 我就算没签 你们也不能轴眼签这一笔吧 那你当时负款呀 你唐唐夏日总裁 这张卡是楚宁五年前送的 应该不可能会有几百万 早知道今天就不点那么多了 这张你刷一下 哎呀 陈总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说过太难了 你卡您说好 对给你 是不是成功 成功了 是 这卡里有七百六十万 楚明给我的银行卡竟然真有钱 您是想查询件额额吗 我们这种票子就是可以查询 你帮我查一下 好的 我和他虽然是夫妻 但里面最多也就几百万吧 我说好 夏总 您这卡里有 这卡里面有 五百个亿 说好了 现在要是我赢了 你可得答应局了 你都输了快一百次了 万一呢 毕竟能嫁给民政中处的情因此 这可是我八辈子的兄弟 邱叔你怎么了 是公孙家 他们联合厨家的叛徒 偷袭厨家高层 导致家族打乱 什么 他们已经拾好了那台 只等你一个战 这一战神圣 这就会成为正中的无上霸主 一个公孙家 邱叔你先好好休息 上下交给我 我送你过去 喂你敢来挑战的大象 看打断你的狗腿 儿子小心 儿子 快快快 儿子 儿子你没事吧 我没事吧 哎呦我的小儿子 劝你就是不听 你你看那个黑老板那身边 你再看看这小身边 你哪能是人家的对手吗你啊 我 我对不起啊 真学 真学 我在 你我要是死了 哎 你 你要帮我找一个绝世告诉我 为我 我说的 就是三代江八道官府也敢给我挑战 真是不尽压力 要你一命 下个辈子就不做个废人吧 各位 还有敢上台挑战的家族吗 谁要是战胜我身边的这位高手啊 谁就是大夏今后的无上霸主 谁要是战胜我身边的这位高手啊 谁就是大夏今后的无上霸主 你这个臭小子 这大家族的那台你也敢来 你这不是明板是送死吗你 我正是想试一试 我还端一成功了呢 就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 你怎么跟人家对抗呀 清雪 现在该怎么办呢 你哥要是惨了 这后半辈子可就完了 我知道错了 我救救我 我还不想死 我哥现在伤得这么重 只好是不可能的了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有楚宁送的那颗万年人生 但万年人生此乃神物 像楚宁那样的人 不可能有真的 杰雪 到这个时候了 你和洛里帮死了什么呀 爷爷 那个万年人生你带了吗 少祖给他那个万年人生 我一直在身边的 哎 这事 哎不对啊 你们不是说他是假的吗 到这个时候了 还管他什么真的假的 啊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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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快快快快 我 一群老五人生是核岛神物 就凭你们也才拥有 这万年人生 这他妈是真的 嗯 这万年人生 解释他吧 真的 哎呀 楚宁送的这个万年人生 是真的 那废 楚宁竟然真的能搞到万年人生 楚宁真的没有骗我 这这这怎么回事 这什么情况 楚宁真是神通的 妈 真是 我恢复了 我全都恢复了 真是 从今天开始 不管你有什么风法 什么手段 不必把楚宁弄回来 我们下去 以后能不能颠覆 就搞楚宁了 对对对 千雪你一定要把楚宁 这个金贵婿给挽留下来 下次见他 我们一定给他道歉 他要是不原谅我们 那我就给他跪下磕楼 直到瓦头磕烂 我就不相信他不会 哦 妈 你们这 不是 你们这群废物 哎 没看到光孙大人 都已经快要把楚家秘足了吗 啊 现在就等楚宁那个废物 上来送死了 哈哈哈 千雪 那个你舅大妈刚才放了个屁啊 反正楚宁没用啊 哎呀这些楚家嘛 迟早都会被公孙家灭了 咱们现在的目标呢 是公孙家 嗯 对对对 这楚家都快复灭了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公孙家 哎 这句话说的没错啊 楚家覆灭 我们公孙家 今后就是大夏的无胜霸主 哎呦 还是公孙少爷永远的 还养了这么厉害的外国高手 哈哈哈对对对 不像国内那些有眼无助的大家族 还想跟公孙家作对 哼 你们这些 同样媚外的小人 泱泱下骨 迟早会赠送在你们手里 你们这些同样媚外的小人 泱泱下骨 迟早会赠送在你们手里 我们公孙家的水平变 有洛克赛 谁能敌 我喷 堂堂下骨 可是需要一个异族人来决定谁是霸主 谁 大夏可以内斗 是 你一个异族人 还没有资格决定我大夏的霸主之位 一曲都要并夫 不服就杀了后老子打一架 不然就乖乖闭嘴 没错 哎呦 哈哈 疫情只会打嘴炮多能费 我告诉你 不管是洛克是同族还是 今后我就把这无上霸主的地位 让给他了 我们俩就不知死活 你们一起上吧 让他 哈哈 我强的功力 不是说你们大夏里都会武功吗 就是废物水平吗 哈哈哈哈 怎么样 还有没有人敢上来再挑战啊 要是没有的话 这以后大夏的无上霸主之位就有我 公孙贾来担任这大夏的第一高手 就有 洛克担任 让一个死人来当大夏第一高手 怕是不太好吧 除名 他们就是还给你送死的 你快走 马兴雪 我没记错的话 你已经和楚明彻底断绝关系了 怕做什么事情 可你没有关系 我只是怕他伤心动死 这样丢了我们国家的脸 我说你这个蠢女人 还是一如既往的不相信她 难怪你不落到今天这个地位 你 你是我的未婚妻 三番两次的帮这个废物说话 你就不怕我把你们顾家也灭了吗 我说过 你们的联姻我已经取消 仗着一个外国人在此嚣张 你们公孙家也不过如此 哈哈 我公孙家不过如此 那你敢上海 他比是有 有何不敢 这凭你这小身板 还要跟我们外国朋友打架 找死 就是 别以为自己会拿两下三脚猫功夫 就很能打 人家可是名震世界的高手 你惹弄了他 我们都得死了 这下人要不做 我一须得给我生个孩子 真的吗 能跟洛克大人的贵族血统结合 我也算是为大家模糊了 我说你是分脑残呀 竟然要给一个外国人生孩子 我想跟谁生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是想生一个有贵族血统的孩子 怎么了 怎么了 贵族血统 我说你这个无脑女拜见也就算了 居然还倒贴这个外国人 你要是真的这么喜欢钱你的外国爸爸 赶紧滚出大小 别再整理爱你 楚明 你可是楚家的独苗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这个外国佬 他的功力 恐怕已经是出神入化之境了 我们各大家族 联合起来都敌不过他 更何况 你还那么年轻 多谢前面提醒 今天谁生谁死 还不一定 提醒你就是楚家哪位麒麟子 是诚哥 是我 看你身上气息也不怎么样 就你这儿多多被 成为大小百年南大一家的天才 你大小 也不过如此 这就是你的遗言吗 说完了 懂什么 扎血 哎呦洛克先生 就算他再厉害 也抵不过您一招 对对对 他只会一些花拳绣腿 哪能比得上 您的武学造议精神呢 动手啊 杀了他 杀了他就不上霸主之位 就是我孔孙家的了 杀了他 原来他之前 就没有用尽全力 完了 就算是10万武道宗师来了 都打不过他 我真假已经喷掌了公孙家 董楚门一死 我真假 天花的地头蛇 姓楚道 就算你是楚家齐灵子 也不能这么自负 今天就是我的死期 好 我 怎么人 recovered就打不破 哇神经啊我一根手指就狠面 一根手指就狠面 我洋洋大夏乃李迪之王 岂容满一条铃抱怨其人 是的 今天我就是要让大家迟早 万我大夏 虽远必重 一早就秒了公公家的绝顶高手 不 是一根手指 怎么可能啊 他可是化神经 区区一只野猴子 竟敢来我大夏撒野 死得好 原来他的武艺这么高强 我之前还说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现在看来确实是这样 这 这还是人吗 这不可能 你的遗言 你不要杀我 我愿意臣服 甘愿让外族人参与我大夏的内斗 你觉得我会留你这种吃力爬外的败类 我 储家麒麟子储长哥在世 今后大夏只有一个霸主 那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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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名 以前都是妈不好 妈给你跪下来 不用了 之前我给过你们很多次机会 但你们珍惜过一次 我已经封锁了你们下家的所有企业 今后好好做个普通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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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报应 报应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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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弟弟 大夏救我 啊 这不是灯国的王子吗 他这么来了 他的弟弟是那个洛克 他是咱们整个罪堂 请请小姐 我们有家庙啊 Chuck 你到底想干嘛 So simple First I'm going to help my brother Second I need to help all of you guys to help me to get 60% of this stuff 妈的 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怎么不说直接把公司给你呢 你让我把公司给一个老外 分都没有 If you don't give it to me I will get it by myself Your big market summer stuck with clapps soon completely Even your great chia cannot handle it 什么情况啊 我们的股市 怎么突然千股跌停了 郭总 夏总 现在只有你们能解决我们的股市了 是啊 你们都已经身下过千亿了 能不能打赢这场外国人对我们的围剿战 就开始绝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Did you misunderstand the gap between us After spending of billions of dollars You want to relay a few moments Cross like only hundred thousand Really Are you thinking too much 你这是怎么知道 给我拿这个来 目前我们夏市集团 跌停板的封板资金是两个亿 我会动用十个亿开始拉收 你们各大公司的资金跟上 还剩自己公司股价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跌停板被打开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盘开始涨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也开始帮忙抬胜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盘要翻火了 Hunt You also want to shake the tree Give me five hundred billion pounds I want to trample the big great Shia markets right now 又跌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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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动所有资金吧 不然没救了 好 打压的资金太庞大了 加上过我们的恐慌情绪 我们压根拉不上去 要想拉上大小股市 大三股 以我们的费心 还有预理 妈的大胆 稍微打压一下就爆片 多少年了 还这么料醒 妈的 乌鱼拉 这外国佬也高兴得太早了 顾总 下组 还能继续抬升吗 抬不了了 他们的资金太庞大了 要我说呀 咱还是交出去百分之六十多 最起码能保住公司呀 怎么 你又想当外国狼子 怎么 你又想当外国狼子 我呸 你一个穷鬼懂什么是股市吗 不懂就别瞎逼 我记得你 你怎么还公报四成呢 你怎么还公报四成呢 我也可以让你很难看 我记得你很难看 你就可以让你很难看 你最后还要把我骑到 但是你以为你态度 你不会这样子 你不应该这样子 我现在想要 我现在想到60% 的股市 我还想这个孩子 送我 扫我 不然 我会继续抬 我的费心 市 你怎么还公报四成啊 是否应该接受我的要求? 我认为你应该接受我,不再做任何事 你们这么喜欢跪铁这个外国老 我不会 你别学口问人啊 我这是为了保住我们大厦的股市 不然你要真管杰克惹生气 把大厦的股市打破盘怎么办 你小子懂股市了 别跟他这么多废话了 他要是不会咱们就报警抓你 被外国老围剿 你们不一直对外就算了 居然还处处帮他 你小子在这装什么装啊 有本事就把本事拿出来让股市找回去 没本事就老老实实跪着道歉 如果我能让股市涨回去 你是不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啊你每天杰克说要十万亿才让股市涨回去吗 你知道十万亿吗就是 蠢明你别听乱了 这可是十万亿 是啊 蠢明 我知道你很本事 但这十万亿可不是谁都能拿出来 你就算每年挣十万你要挣一亿 蠢鬼 现在知道十万亿是什么概念了吧 我已经开始了一个直播 我希望全世界看到 你的市场市场会到我平时 你不想 如果你有真正的能力 提升市场 我会站在这边看你 喂 把我的海外二十万亿现金 全部取出来 喂 把我的海外二十万亿现金 全部取出来 哈哈哈哈 你小子是要笑死我呀 啊 那可是二十万亿啊 你知不知道福不是富豪 把所有富豪资产加起来 都没有二十万亿 那我都替你感到丢人 你要吹牛能不能吹点正常的呀 哎哎 这人谁找来的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我看呀 就是想在美女面前装逼 结果呀装成了少 你到底想干嘛 你还真不够丢人呢 现在Jag在全球直播 到时候你夸下海口没完成 丢的不是你一个人的脸 是把我们大下人 所有的脸都丢完了 结果都还没出来 你怎么知道我 你能不能想想你自己 刚才都说了什么 二十万亿 这个世界上 谁有能力拿出二十万亿 你应该应该接受我 我现在应该接受我 我应该应该听我 不然不再做任何事 小赖 你自己丢人就算了 你现在在丢的是 我们大下人的脸 我就搞不懂了 你怎么每次都爱说这种大话呀 你就不用一点羞耻心吗 还有十秒 sensific of what 还有五秒 你能看吗 this great chia just stimulated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3 裝什麼裝 什麼資金進哪 什麼 有資金開始才是五下 掌崩啦千古掌聲 什麼千古掌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时刻神主出手了 也就是说 其实这一切都是咱们大厦族的一位神秘神主做的 政府被这小子瞎猫碰上死耗子 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啊 对 就是这 当然 你们要相信他还是神主 可能我也活 神主 那是何党的存在 日理万机 怎么可能是他呢 大厦 紧急插播一条新闻 由于全球一直遭遇巨额资的打压 无数外资 慌恐不逃 涌入大厦 专家预计大厦股市将迎来百年难得一遇的大牛市 无数机构将陆续出台大厦股市严管制度 最后请大家理性投资 我的天啊 他得动用多少资金 才能撬动全球股市 让大厦股市重新是说 神主只有数十万亿的资产吗 哎那他这一番操作 岂不是要动用数十万亿的资金 这你们就不懂了吧 神王在大厦的资产万亿而已 据说他的资产遍布全球 有商业大佬预测过 他的资产达到了百万亿 神主 哎万一 那那岂不是真正的富可帝国呀 这神主真厉害吗 哎千雪咱们夏家如果能认识到神主 那咱们家岂不是直接起飞了 神主那可是世间最神秘而强大的存在 我们这种普通人怎么能认识到神主啊 据说帝都四大家族在他眼里 不过是容易 对啊 你们现在相信他不是神主的吗 啊 他只不因为这个没钱没事的废物 那神主注定是要民主轻使的 你们想想看 神主是何等的存在啊 怎么可能去相亲 而且还连续失败二十多次 他要是神主 我名字倒过来写 没记错的话 反正就是神主不归眼了 神主到底是谁 你从不就知道了 反正不可能是这个穷鬼 你看看他现在敢说一句话吗 顾明啊 你到底是神主吗 我现在说话 你不信吗 你们这群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 既然这么喜欢被打脸 那我就成全你 让各国国主来见我 这个世界 离别 离别 当各国国主来见我 这个世界 要离别 不是 楚家主 你这也 太发生了吧 是啊 你说你是帝都第一家族 楚家麒麟子 我们都能接受 但是神主是何等存在啊 那可是一句话 就能将帝都四大家族 给灭掉的存在啊 这次古事危急 神主直接动用了二十万亿 这可比帝都四大家族的财富 夹起来了 哎呀 楚明啊 没关系的 这男人嘛 好面子 我现在呢 已经不在意了 你跟我们家千雪复婚 好好过日子吧 啊 我都已经主动暴露身份了 你们还是不相信 楚明 我相信你 你这个臭女人 我可说好了 她没暴露身份之前 你不相信她 她现在暴露身份 你还是不信她 大伙 你可别后悔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故意讨好楚明 她楚明说她是楚家家主 我们都信 并且我们很尊重她 但她现在说自己是神主 人心自问 自己信吗 三国国主到 怎么回事 三国的国主 怎么会来这呢 这这肯定是 刚才古书到大雅 惊怒他们 参见神主 真的是神主 他不仅是楚楚家家主 他竟然还是神主 也是 我早就该想到 他如果不是神主的话 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灭了公孙家 神主 我的人给你带来那麻烦 我继续将他们带下去处罚 嗯 现在你们相信了吧 书长 我们知道错了 以后我们无条件的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请收下我的膝盖 你们要下跪很容易 因为你们的膝盖不知情 如果你们还想挽回一些尊严的话 以后就不要再挫茧自己 传我令 即日起 我将以神主的身份 重掌世界 重掌之处 楚明 我虽然猜算你很厉害 但我还是低估你了 你取消了我的领域 是不是该帮我挑选一个结婚地向 如果我当初没有展现神风的实力 你还有什么时候 如果我受贿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楚明 我想跟你翻嘴谈 你们先聊 有什么话就快说吧 我知道你已经对我很失望了 我承认之前都是我的错 但我是口是心非 如果你要受挽留的话 我都已经跟你道歉了 难道你要这么绝情 把我们之前所有的感情都忘了吗 我绝情 你之前对我做过的事情才叫绝情吗 我 我那是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我知道 我做了很多服务事 但是其实你 夏天才我 我跟你说过 有些东西一旦丢掉了 就见不起来 那你要跟他在一起什么 我说你这样 都已经在褚蜜蜜蜜了 原来当时他不是生活 要是他没有展现真正实力 你今天会来到什么 你还记不记得 你跟我说过了一句 你说 我们已经都是一个世界的人 不是这句话说出的是我 我们就真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既然你已经提了离婚 那就掉我